明轩德年间 经过一番调查 邝中发现抢劫案的幕后主使 竟然指向了镇海卫陈指挥 这让他大为震惊 因为这位陈指挥不仅手握兵权 还是四贫五官 邝中如何破解此案 让幕后真凶伏法 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 为您解读 连历邝中第二集 制破疾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邝中 初到苏州之时 着力整顿了当地的励志 撤销了多个不称职的官吏 果然通过邝中的整治 苏州府的励志逐渐清明 老百姓的生活 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但是邝中出任苏州之府 一段时间以来 发现在苏州附近的江面上 常常有抢劫和凶杀案发生 沿江村庄啊 也多有被抢劫和杀人的案件发生 搞得附近老百姓人心惶惶 夜里都不敢出门了 究竟是何人所为呢 作为地方父母官的邝中 势必要一查究竟 邝中上奏的提参阳明指挥奏 这份奏章当中 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的经过 这个案件呀 发生在宣德八年 泰州的一位商人 雇了一艘船到苏州府呢 去收买麻料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八月初三那天 船行驶到了江阴县的 三山石宴港口时 遇到了两只黑楼船 而且这两只船上啊 还架有辽腔 锣鼓 船上大概有三十多个男子 居然还声称 是来自南京的捕道指挥大人 这些人不由分说地上船 抢劫了他们的银两和朱七口 鹅十二只 泛米五斗等财物 后来在本月的初七那天呀 来报案的当事人 恰恰就在苏州府的昌门 这个昌门呢 就是苏州古城的西门 在这个昌门外 又遇到了当时 抢劫他们的其中那两个人 便将他们扭送到了苏州府 我们从奏章上所讲的 这段案发经过 会觉得这个案子很是特别啊 首先是三十多个人 带着武器 公然抢劫 还自称是来自南京的 捕道指挥大人 抢了银两 财物 不说 连鹅和猪都没有放过 难道真的是官兵所为吗 这到底是真的在执行公务 还是一般的抢劫盗匪的行为呢 此案刚发生没多久 苏州府又接到了一起 湖面抢劫案的报案 从这一起案件的报案情况来看 是一个名为杨历的人所状告的 同样也是发生在江面上的抢劫 同样也是来了两艘黑楼座船 这两艘船上呢 也还是悬挂了飞虎旗 船上仍然是排列着枪刀 撩棍 放火器等军队船只 所配备的一些武器装备 而且船上的人呢 在抢劫的时候居然也是声称 自己是锦衣卫的捕盗大人 也就是官家身份 所不同的是 这一次劫掠到的是358包 共计33160斤的鱼 这两起案件和之前发生的 多起江面抢劫案 都有很多共同点啊 若是一般的海盗所为 能够如此胆大包天的 乔装为官方身份的 还自己声称是捕盗指挥使的 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去抢劫的 那可真是胆大包天 但若是真正的军官所为 那军纪之混乱 官兵之腐败 实在是不可想象啊 而且在新知府 刚刚整顿了励志的时候 还能如此猖狂地抢劫 实在是无法无天 那可以想象 在之前又是如何的 胆大妄为的 一想到这几起江面抢劫案背后 可能隐藏的更为复杂的局面 让矿中不得不伸出几分隐忧 于是为解决江边百姓的疾困 矿中经过乔装打扮之后 专门到岩浆部分的村庄 进行了暗访 经过他的暗访 居然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 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线索呢 原来以所获得的赃物为线索 矿中根据赃物的下落 进行了寻访 发现那些被抢劫到的鱼 被寄放到了苏州府昌门外 夏唐 邓英等家 分别售卖 这些赃物所获得的赃款 最后竟然真的是给了 郑海卫陈指挥 把这些线索一一梳理之后 矿中得出了一个 让他觉得很震惊的可能性 那就是江面船只 及沿江村庄所发生的 杀人与抢劫案的幕后主使 很可能就是郑海卫陈指挥 江面系列抢劫案的幕后主使 指向了郑海卫陈指挥 可他官居四平五官 按理说 作为朝廷命官 应该不会纵兵抢劫 为查明真相 邝中审讯了抓来的 两名相关案犯 二人招供 他们就是陈指挥的手下 盗匪的身份得到确认 再加上追回的一些赃物 人赃俱全 证据确凿 陈指挥就是抢劫案的幕后主使 可贸然抓捕陈指挥 如果他拒不认罪 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那么邝中用了什么办法 让陈指挥露出了破绽 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连历邝中第二集 治破疾案 那么这个郑海卫陈指挥 又是一个什么官员呢 明初太祖朱元璋定兵制的时候 采用卫索制度 明朝的指挥使是军事指挥职务 为卫索一级的最高军事长官 是郑三平 下辖指挥同之两人属于副长官 是从三平 以及指挥千世四人等属员 是郑四平 从魏指挥使到百户等魏索军官 都是侍袭 称为侍官 而这个郑海卫陈指挥 名叫陈灵 官位高居郑四平 而且还是侍袭 能陆及子孙 但是堂堂朝廷命官 怎么能做出海盗的行径呢 为了再次确定 不会冤枉了朝廷命官 也为了破获江面连环抢劫案 确定真相 还老百姓一个太平 邝中决定悄悄审讯 被扭送道府的两名军人 通过对被扭送道府的两名军人 王胜 陈小二的审讯 他们二人对抢劫犯罪 是供认不讳的 对于这些施行江面抢劫犯的身份 终于是可以确定了 而且通过他们的招供 还有其他一些脏物 一并盗案 邝中面对人赃俱全的局面 人政物政均指向了 郑海卫陈指挥 看来江面抢劫案背后的主犯 已是水落石出 于是邝中将两名被捕军人 关押道府 又将所获赃物分还给了原告 领取之后 开始思索此案的下一步 又应该如何进行呢 同样是朝廷命官的邝中 如何既不打草金蛇 又能将郑海卫陈指挥 击捕归案呢 关键还在于啊 这位陈指挥 也是官居四品 属于武官 自己呢 属于四品文官 如果贸然击捕陈指挥 不但可能打草金蛇 而且罪行 没有得到他自己的承认 也没有人政到场 很难一次定案 到头来还很可能被他诬陷 倒打一旁 邝中冥思苦想数日 依旧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这时候邝夫人的生日快到了 正在为缉拿郑海卫陈指挥一事 而苦想数日的邝中 突然想到了捉拿案犯的妙计 邝夫人要做寿了 消息一传出 邝中便散发了好多请帖 给苏州府的各位远近官员 按照苏州府以往的官场规矩 这不是在借题要大家送礼吗 官场里免不了议论纷纷 邝中一上任 就开始整顿励志 让苏州府的一些贪官污吏们担心 这位新知府不爱这一套 而如今 那些官员们一见到帖子 就以为送礼八节知府的机会来了 知府也学会了入乡随俗了 有几个手脚不干净的官员最高兴 心想着 邝知府到底也是官场中的人呢 想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完了 如果趁这次邝夫人作寿 邝大人收了礼 那大家就是同道中人了 以后势必会对我们多加关照 今后天高皇帝远 苏州府又是富庶之地 鱼米之乡 大家称兄道弟 结交之后 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吗 在这些渴望八节的贪官屋里之中 就有郑海卫陈指慧 他更是心花怒放 赴宴那天去得特别早 还专门准备了一份厚礼 作为寿礼 准备送给邝夫人 让这位邝知府也高兴高兴 寿宴这天呢 客人们全部到齐之后 邝夫人却仍然未出现露面 有的客人以为宴会还没有开始 还在心里盘算着 不知道今天是吃苏州菜呢 还是吃邝知府家乡的江西菜 邝中出来以后 还特意在客厅中间的花厅 向陈指慧看了一眼以后 对大家拱手作一道 内人似是出渡 承蒙各位卫所指挥大人 知县大人光临 我邝某深表感谢 然却今日 我有一件事 想请教各位 最近在江面上 经常发生抢劫案和凶杀案 不知各位大人是否听说 这些案子呀 不查个水落石出 凶手不缉拿归案 我食不甘位 夜不能寐 更是上对不起朝廷 下对不起黎民百姓 据查实 作案的不是什么江阳大道 而是卫所的千户 百户和士兵 据说还是奉了指挥大人的命令 还没等邝中把话说完 苏州府附近的金山位指挥 太仓位指挥 赶紧站出来 声明自己的部下 没做过诸如此类之事 这时候 本来开始还比较活跃的 郑海卫陈指挥 脸上却是一阵红 一阵白 十分尴尬 他心里终于知道了 此次邝之府给夫人 作寿的真正用意 是什么 于是郑海卫陈指挥 索性把心意横 仰仗着自己在朝廷里 有大太监王震 做靠山 就干脆耍起了无赖 郑海卫陈指挥 把袖子一卷 吼道 姓旷的 你不要不识食物 陈某今天来作寿 是看得起你 给你一点面子 你酒席不摆 在其次 还胡说 为所官兵 抢劫杀人 你这不是在血口喷人吗 为所官兵 为保卫国家和地方的平安 怎么可能做出这些行为 功劳不说 倒是也有苦劳的啊 再说了 这些抢劫案和凶杀案 分明是江阳大道 所谓 若有人认为 是我们郑海卫所谓 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吃的可是黄粮 又何必要去抢 老百姓的钱财 分明是有人 跟我们过不去 还望旷大人殖民 是谁造谣 我要去与他 当面对质才行 面对郑海卫陈指挥的 嚣张气焰 旷中并没有理睬 这些谩骂 依然十分镇定地说 前些时候 我亲自到江上巡视查访 目睹了这股强盗的 为非作歹 还险些遭了他们的毒手 只怪当时人手不齐 唯有看着他们逍遥法外 现在苏州府差议捕捉了一个 为首的歹徒 我想诸位大人一任便知 他是谁 说吧 吩咐差议带上犯人 不多时 差议带上了一位中年男子 他一进门就跪在地上 向大家叩头 卫所的指挥们一看 竟是郑海卫所的千户王胜 此人乃是陈指挥手下的红人啊 邝中已给妻子过生日的名义 邀请苏州相关官员参加宴会 目的就是当面提起 苏州将面连环抢劫案 看案件幕后主使郑海卫 陈指挥是什么反应 面对邝中的质问 陈指挥拒不承认 抢劫案和自己有关 没想到 邝中又命人带上来关键证人 陈指挥的手下王胜 眼见事情败露 陈指挥依然仗着自己 四平五官的身份 不把邝中放在眼里 那么邝中是如何震慑住 这位不可一世的 郑海卫指挥彻底解决此案的 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连历邝中第二集 治祸疾案 陈指挥此时心急如焚 十分尴尬 不一会儿 他记上心来 似乎还很沉痛地说 邝大人啊 你有所不知 此人名叫王胜 以前是我手下的千户 但是因形势不端 被我严厉批评之后 已失踪多日 今天突然出现 竟然反咬我一口 作为一名千户 他的本职工作 本应防贼防盗 保护良民 想不到竟然做出 如此知法犯法的事情来 我请求知府大人 不用顾念我的颜面 虽然王胜曾是我手下的爱将 今日我也愿意大义灭清 迅速将王胜斩首 以平民愤 说吧 马上就想动手杀了王胜 王胜被押上来时 本指望着自己的主子 能保一下自己 没想到自己的顶头上司 陈指挥居然在紧要关头 过河拆桥 所以他也不甘心 做替罪羊了 当场便破口大骂 姓陈的 我每一次出去办事 可都是奉了你的命令 抢到的财物和女人 也都先送到了你那里 为了灭口 杀人也无妨 这可都是你亲口说的呀 这个责任 你别想推卸干净 我判斩刑 你也免不了侥刑 打家劫舍的事情 我们都是经过你点头才干的啊 不然兄弟们 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请邝大人明见 王胜急于想要证明 自己只是此案中的从犯 真正的主犯 是自己的上司 陈指挥见事情已经败露 便苟急跳墙 恶狠狠地对邝中说 是我又怎样 你这个区区四品文官 管不了我 我是四品五官 再说了 在朝中 王政公公是我的靠山 当真还怕你一个 小小的知府不成 这时 面对胸向壁露的 郑海卫 陈指挥 虽然是一介书吏出身的文官 旷中 不仅没有任何胆怯之情 反而更加正经 他迅速叫来 无限之限 宣读 事先就准备好的 宣德皇帝 颁发给他的赤书 赤书拿出来的一瞬间 但凡在场之人 全部跪下宫听 凡公差 官员人等 有违法害民者 其人借金 陈指挥听到这里 知道自己性命难保 就算是王政公公 怕也无法保他了 顿时 瘫坐在地上 看到此情景 邝中令差役 给他戴上镣铐 和王胜一道 押进大牢 邝中以夫人过寿为名 寄勤正海为陈指挥 霍霍将面连环抢劫案的事迹 很快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 在此案之后 在场的诸多官员 也见证了连立邝中的铁面无私 不寻私情 更明白了为何宣宗 会特赐告斥给邝中 从此以后 苏州府的官方 无论文官还是武官 均有了很大的转变 此案被破获之后 邝中于宣德 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了一封奏章 名为提参阳明指挥奏 在这份奏章中 邝中除了将将面连环抢劫案的 原委陈述清楚之外 还对于陈指挥的犯案仪式 向上做出了请示 在这份奏章之中 表现出邝中将地方百姓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 对于抢劫民财的 不管是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仍然一查到底 并且在破案过程中 还设计捉拿逮捕归案 也以国法为纲 奏章中 邝中所说的 似此非为有为国法 何将本贩官并远随军办 通提戒金 送法司究问 名正典型 以警其余 虽然手握着皇帝 特赐的告斥 依然按照法定程序 对于这些身为君职的官员身份 邝中并未擅自做主 就地处决 仍然是向上请指 可见邝中考虑问题的细致与周全 在治理军职人员 危害地方百姓的案件中 除了提参阳明指挥奏 这份奏章中所讲述到的 江面连环抢劫案之外 邝中还关注到 某些利用军人身份 强行买卖私盐 寻私牟利 压榨普通百姓 而实现私自敛财目的的案件 邝中曾经上奏了一份 拿借军官贩卖私盐奏 在这份奏章当中 起到了这样一起案件 浙江海宁卫 诈谱 签户所 军人 陈慎彤等人 贩卖私盐 335包一事 这些军人啊 他们常年在 吴江等县的乡村 贩卖私盐 而且还长期强买强卖 按照老百姓的贫富 强行要求他们 购买一定数量的私盐 还定期会上门 去逼取卖盐的银两 纯粹借贩卖私盐之名 而行巧取豪夺之实 这些军人呢 不仅贩卖私盐 巧取豪夺 违反法律 而且还聚众打夺 杀伤庶人 因此啊 奏章中说 原系君旨 未敢善变 仅提请旨 邝中并没有 擅自便意行事 而是写了这份奏章 向上请旨 邝中对这些军人的处置是 逮捕之后 提借赴金 送法司究问 明证其罪 以警将来 可见 邝中作为地方知府 在处置具体案件过程中啊 对于犯案者的身份 尤其是军职身份的人 在处置过程当中 对于立员身份的人员的处置 还是有区别的 也显示出 邝中在至官 至立 至军过程中的 细致与谨慎 邝中出任苏州知府 对当地百姓生活中的疾苦 有所体察 无论是江面连环抢劫案 还是贩卖私盐案 邝中都能从具体的案件中 发现隐藏在案件背后的 真正主犯 哪怕是军队中的军职 未接四品的军官 一样敢动手法办 除了致力 致扰民军事之外 苏州地方上 因历史原因 积淀形成的一些不良风气 也为苏州的社会风气 带来了严重影响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 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苏州到底有什么不良的民风呢 它又是如何影响到了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呢 邝中又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呢 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观众朋友们再见 旷中到任苏州后 官场风气逐步好转 民间好送之风又成为他面临的一个难题 而好送之风的行程 和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一项特殊政策 有直接关联 这是怎么回事 下期播出联利矿中第三集 治理民风